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要來看看幾位女星 在生活上發生過的一些 讓人哭笑不得的糗事喔 小孩子 妳覺得 如果有的人真的被人家 認為智商不高的話 那個人自己理解這件事嗎 如果他智商真的很低的話 他應該也不知道 這件事正在發生吧 所以他們就是很高興的 在過日子 我們還有歡迎今天的來賓嗎 歡迎五位小姐 你們好 所以你們五位有真的被人家說過 說妳怎麼那麼笨這句話嗎 要想一下 今天是被騙來的 真的嗎 他們Re通告的時候是跟我們說 你們來錄這集是要來證明 你們長得不是很聰明 不是 她是跟我一直問我說 妳有什麼聰明的事 我想了很多 結果今天完全是在講笨的事 對 我也是 對啊 所以他們倒過來問妳了 就是有陷阱的 所以我們今天很失禮耶 他們不知道他們是被列為那個 是啊 妳也沒有聽過人家說妳不聰明 是不是 就我很常聽信別人的話 然後我都以為那是真的 就像是我以前大學的時候 我很容易就是那個便祕 然後結果有一天我就問我朋友說 怎麼辦 我都這麼便祕的哭擾 然後結果我朋友就跟我說 妳把那個蓮蓬頭的頭 然後不是水柱會很恰恰 對 她就說妳衝下去的時候 妳可能就會拉出來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也不只... 然後我就覺得那是真的 然後我回去就是試 然後我試了之後我就覺得 肚子好痛 可是我去上的時候是上水 然後我就很生氣就覺得 為什麼我上水 是我自己的問題嗎 然後我隔天我就說 為什麼我昨天去試 然後我上的是水 然後他們全部人就大笑 都說妳是白癡嗎 我當然是騙妳的啊 這種這麼困難的方法 怎麼可能那個... 妳現在不是要走 妳可以講騙女士嗎 很生活 應該每個美女 也會有 而且聽起來那個方法 是牛耳在用的啊 不是... 牛耳在我們節目公然推薦的 因為好像是真的啊 因為我們去拍她家的時候 有拍到這個設備 就是長得像她講的這個設備一樣 不是...她是一台那種有點像 大腸水療 對... 她是需要放進去嗎 要 要放進去啊 妳在模仿誰 老鼠嗎 真的假的 我像老鼠嗎 我是 誰啊 誰解決是誰啊 好 我是蝴蝶 我自信白了啊 蝴蝶本人在這裡 你不像啊 她是我的好朋友 小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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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為什麼最近要一直有這種 這種不像的模仿啊 沒有啊 其實人家不像 妳模仿那楊宗偉給大家看 什麼 妳會鼻酸 妳會... 小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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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幹嘛啊 妳幹嘛啊 不是啊 她的新歌 她的新歌真的太難了啦 對 妳從小到大有被老師稱讚過說 蝴蝶妳真聰明嗎 有 我小時候觀看很好耶 後來怎麼了 後來就覺得 人生不能只有一直讀書啊 人生有別的事很快樂 OK 我小時候被承認就是朗讀比賽 我很會朗讀 真的 真的 試試看 好 在這喔 各位評審老師 老師... 再一次 各位評審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下去 然後各位職工啦 然後這樣叫做朗誦的好 還沒... 然後後來就要譬如說 那一年的夜晚 今天我要朗誦的題目是 那一年的夜晚 不是... 然後就要重複題目兩次說 那一年的夜晚要兩次 誰不會 誰不會 這怎麼會被稱讚好 對啊 這就是很老派的啊 可是我很會音量做出來耶 誰不會 做做的小孩都會啊 他不會啊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那一年的夜晚 我在吹頭髮 看到了一雙腳盒 妳幹嘛用李國修在那裡 就是說看到腳盒 想要移出來 你不會想要去想像它 因為那是一種經驗檔案 好 如果你看到那個腳 然後妳會覺得很恐怖 妳會負下負頭 好 好 直接請就負責 謝謝 所以請問那個小曼老師 妳現在改名叫做吳俊玲嗎 這是我的本名 吳俊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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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妳改名是因為 老師會指點妳嗎 沒有 這是我的本名 然後因為之前那個事情 然後就長輩就一直說 他為什麼掉 也是Uncle叫妳改的嗎 不是 長輩就說 就有一個 為什麼要配這部相同的音樂給我 那是吳俊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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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家林立文有喝貓指甲耶 真的假的 為什麼要喝 因為我平常就是我有養貓嘛 然後有一天 因為貓指甲都要定期剪 然後我那天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剪了貓指甲 就是覺得好可愛喔 就是透明的 好可愛 對 指甲 然後我就把它收集起來 然後想要找一個盒子抓 然後突然 因為我平常就有在吃維他命嘛 然後我就放在藥盒裡面 然後剛好那個是空的 我就拿過來把那個指甲放進去 然後過幾天啊 有一天早上起來 我就迷迷糊糊要吃維他命 我就喝水 然後我就拿過來要打開 然後要倒進去 然後我就看到怎麼 一堆指甲在裡面 就是擦大概一公分 然後他們就把指甲吞下去 貓指甲 然後就還好 可是貓指甲的形狀 跟維他命差很多耶 我就沒有看裡面喔 我就直接往嘴巴打 所以後來有繼續保留 那些貓指甲嗎 就有放一天 然後隔天就把它丟掉 怕要再次吃進去 所以妳人生應該務食很多東西吧 務食 就是到還好 就是有點眼藥水 然後拿成廣東木藥粉 這個 廣東木藥粉可以點眼睛嗎 不行...那個... 因為我要點的時候 就有聞到中藥的味道 不行點 然後我就趕快拿起來 就...但是就有點辣到 可是廣東木藥粉是粉狀的耶 可是也就是都是小瓶啊 都是狀開的 對... 所以當有霧灑下來的時候 妳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就是有啊 就很奇怪 而且又有中藥味道 就發現不對 許小可妳今天來也是被列為 覺得呆呆的嗎 但是他有跟我講說 妳有沒有做過一些 讓大家覺得很好笑的事情 可是我Re這個通告的時候 我很有成就感 因為從頭到尾 對方都用一種 我從來就是 這可能八 九年來 從來沒有聽過的笑聲 讓我覺得我自己就是 讓這個製作單位好開心 真的嗎 是不是 而且他... 就是這個 然後我就想說 不好意思 他真的覺得 就是很OK 是我們的公讀生吧 而且他就... 還是我們判了一台錄音機 是不是 而且他從頭到尾都只有說 還有呢... 就只有講還有呢... 我知道 這是錄音機 只有... 哈哈...還有還有呢 只有這個 不知道 女生 女生 因為我們團隊也有這種人啊 真的喔 有... 然後就覺得很有成就感 對啊 是晚上有的 所以請問妳講了什麼 讓他哈哈...呢 我講就是說我開車的時候 因為像剛剛看我哥講左右不分 其實我開車的時候 常常會打左邊方向燈 但我要右轉 這很危險耶 我當下不知道 如果我知道的話我不會講 然後我就打著 然後我想說 後面的人就一直在閃我大燈 我就很氣 我就想說那就先靠邊 然後等他過我的時候 我再閃他大燈閃回來 然後最後我就右轉 然後我右轉之後發現什麼 就是方向燈沒有彈回來 我才知道自己打錯邊 好可怕的人喔 對 然後 我剛開始開車的時候 就是會去... 因為我不知道什麼地方可以左轉 什麼地方不可以左轉 因為我以前騎摩托車 根本不知道 就是待轉 哪些東西是不能左轉的 所以我開車我也不知道 然後我就開... 想說前面不能左轉 那下一個路口應該可以了吧 然後再開 還是不能左轉 然後那時候就是下午 大概一、兩點 路上也沒有什麼車 我就開到機車帶轉區去 妳把汽車開到機車帶轉區去 裝...格子裝得下嗎 裝得下 那其他機車有發現妳是汽車嗎 對 那時候車子很少 而且機車都是提到... 沒有 大家都說喔 機車 是那機車來了 我有兩、三次過這樣 然後後來就不太趕了 後來就不太趕了 那妳在裡面有換一個方法開車嗎 就變這樣 沒有... 沒有...那就帶轉過一、兩次 妳先生在旁邊會囉嗦嗎 他通常如果他在精神狀態跟 可以的狀態下之下 他是不會讓我開車的 對 因為開車他會全部都 精神很緊繃的在我旁邊看 而且我踩煞車 他也會這樣子踩一下 那他會一直念妳嗎 然後說小心這邊小心那邊 會 所以妳現在還是不敢跟他發脾氣是不是 不會倒不敢耶 他跟我們說他這十個月 都待在家裡面 看電視節目跟... 對 準備新專輯 對 所以這樣妳每次回到家 都看到他窩在家裡不會煩嗎 不會啊 而且他就會說 老婆妳回來了 妳就唱著 咬一咬 所以妳比較不聰明的地方 是在開車的部分是不是 還有不太分得出來 食物壞掉與否 對 就是我們家冰箱東西 所以只要我覺得它是冰的 都不會壞掉 像飲料啊 然後湯啊 牛奶啊 所以這個吃完了如果沒有事 就表示它沒有壞掉吧 沒有壞掉 就是在冰箱裡面 都應該沒有壞掉 像我們家冰箱的... 有一次有一份早餐的飲料 然後我就拿起來喝 喝完之後我就跟Ben講說 妳冰箱放的那個檸檬紅茶 很好喝 我問他是在哪一家 早餐店買的 然後他就很生氣說 你喝了幾口 然後我就說 一口而已 幹嘛那麼兇 因為我覺得就是 喝一口幹嘛那麼小氣 是他檢驗的尿液嗎 是 他說就是... 他說不是檸檬紅茶 是紅茶 那怎麼樣呢 是酸調的意思是不是 紅茶酸調也不會怎樣啊 是不是 就是沒有...也沒有拉肚子啊 牛奶酸調都可以喝了 何況是紅茶 牛肉乳就是牛奶酸調啊 沒有啦 是一個勵志姐嗎 他並沒有辦法 是你個人意願啊 對啊 所以我吃東西 也分不太出來 因為好像有時候便宜商店 標示的過期的時間 真的比較有隔離 對啊 所以過了好像還是可以吃吃看 然後OK就OK嘛 對不對 所以妳還好 請坐... 謝謝 所以袁愛妃小姐 除了沖屁股的事情之外 我有把那個髮膠 誤認為洗髮乳過 就那時候我去韓國出外景 然後因為我一個人住 然後就覺得好累 想說趕快去洗澡 然後因為韓國不是韓文嗎 那字太像外形文 然後就找不到那個 洗髮精的英文 然後就看到一瓶綠色 然後透明的 然後上面寫臉什麼的 他有說這應該就是了 然後我就拿進去洗 然後洗第一次的時候就想說 然後我就說 奇怪 為什麼沒有泡泡 然後他說 我今天出外景 我頭太油了 然後就再沖掉 再洗第二次想說奇怪 為什麼韓國的洗髮乳 都沒有泡泡也太神奇了吧 之後我就整個就緒準備睡 然後想說越想越不對 然後就仔細的研究 它是Hair Gel 然後想說原來是髮膠 然後就想說天啊 也太糗了吧 然後就隔天我就是 試探性的問了我的夥伴說 你們昨天洗頭髮 有發現那個洗髮乳沒有泡泡嗎 他們就說沒有啊 就在那個浴室的旁邊很多泡泡 然後我就不敢講這件事情 然後說就讓他默默的過去好了 沒有 就是覺得有點那種 沒洗乾淨 可是韓文本來就不是 一般人看得懂啊 但我就想說 我怎麼會沒有發現啊 所以看電影妳都看得懂嗎 我說看電影 之前有一個叫做什麼 然後他其實很像是一個... 刺客聯盟 對 然後他好像就是一個 什麼是沙客同盟 你另外一個六個女生的那個 對 然後他可能是 他一直在幻想 然後我都不知道 然後我是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有一天我在跟我經紀人 講這件事情 我就說那一部電影真的好無聊 誰會忽然就是在跳舞 然後就進去那個戰場 然後他就說 你不知道那都是他們的幻想嗎 然後我在恍然大悟說 我真的不知道耶 然後回去我就問我朋友這件事情 他們就說他們全部都知道 然後就覺得你們 真的嗎 所以妳誤會很多導演跟編劇耶 對 所以我其實還滿常看不懂 然後我都會想要問 可是我都覺得我... 不知道 我都會過一陣子再問 就不要讓他們就是 覺得我很白智這樣 所以妳看過最難的電影 就會這一部了嗎 其實像是那個... 那個一直做夢那個 妳看得懂那個人嗎 所以他就會知道妳有醒嗎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醒耶 對 有醒嗎 你覺得有醒嗎 沒有醒嗎 沒有醒嗎 妳是說妳本人在睡著嗎 好脆喔 蝴蝶是不是不知道哪部電影 妳要那都會演的那... 我不知道 我記得在車子裡面 就是一直到夢境裡面 對... 就打仗了 打仗了 打仗了... 不是打仗了嗎 不是打仗的吧 是人的夢裡面啊 不是吧 我們講的不一樣 妳夢裡... 妳夢裡能夠出去 轉圖了嗎 轉圖了... 轉圖了... 對啊 就是到人家的夢裡 那個嘛 那妳看懂了啊 所以吳憶玲妳說那是什麼 等一下你根本跟不上 別人的談話是不是 不是 我很少看電影 我都是在家啊 或在飛機上 我沒有...我很少 我來台北快20年吧 去電影院次數不到10次 所以蝴蝶 妳說妳從小就被稱讚很聰明 然後朗誦比賽也很成功 對 所以沒有人說過妳腦子怎麼樣 對不對 其實有 真的 誰 甜甜啦 就是我身邊的好朋友 因為我覺得不是笨耶 只是糊塗 就是有很多事情會 可能比較健忘啊 或 那主持節目的時候會被講說 妳怎麼連這個 都不記得這種嗎 還好 她會說 不要再放空了 這樣子 妳在放空 不小心的 真的是 他很常放空 他超常放空的 他剛才跟我講 他說他在放空... 他在放...他超常放空的 這只是找一根筋吧 白目的啦 那我可以考妳們五個人 一個很簡單的題目嗎 哪一類的啊 很簡單 就是... 1乘以1等於1 對不對 對 吳憲 妳知道吧 我最怕這種... 1乘以1還好 1乘以1等於1吧 是吧 是 那... 1毛乘以1毛等於1毛吧 好 所以1毛是0.1元對不對 對 對 好 所以1毛乘以1毛等於1毛 對不對 那1毛是0.1元的話 0.1元乘以0.1元 是0.01元吧 對不對 對 所以等於1毛乘1毛是1毛 可是換成0.1元乘0... 卻變成0.01元 就變成1毛的1分之1了 對啊 所以1毛等於1毛的1分之1 這樣對嗎 對啊 這樣怪怪的 所以發生什麼事了呢 可是為什麼要毛整呢 這是...我對了吧 對 毛是不可以乘以毛的啊 為什麼 對啊 不禮貌是不是 對啊 對啊 圓不可以乘以圓 因為妳就有兩個圓了 妳是可以1元乘以1等於1元 沒有什麼1元乘以1元等於1元 這種事情 所以是一個語言上的詭計 挑語辯 妳很聰明耶 好聰明喔 妳很聰明 好可愛 沒有 她不是這個意思 她只是覺得說 幹嘛毛乘以毛 好像聽起來怪怪的 她必須的意思 就是每次都會誤打誤撞 成對的東西 好聰明耶 妳說如果講一腳牽一腳 妳就會分不出來了是不是 就因為很少是毛乘毛 而且妳剛剛講說什麼 1元等於0.1毛 那邊我都聽不懂啦 我也聽不懂 反正我就到最後 我就會覺得毛跟毛很奇怪 好 妳很英明 OK 連戒情有打不敗妳們喔 超迷入瑜耶 好厲害喔 再來 再來嗎 妳剛剛那句也沒有達成 為什麼要再問 妳想問 所以妳們平常看到這種抑制 問答都會去做做看嗎 我不會 就放棄對不對 我直接跳過 直接看答案 所以如果店員請妳們買單的時候 會看一遍帳單嗎 以前我不會 後來我被交到會 對 可是妳跟別人吵架的時候 是不是還滿溜的 所以吵架妳很快就可以有反應 就比如說 這很好笑 我覺得這很丟臉 但又很好笑 就是某家航空公司 然後我訂的是商務艙 可是因為商務艙 妳只要一個小時前去化位 因為我位置都化好 我只要去放...就確認心理就好了 好啦 下面的人就跟我講說 上面位置有點滿喔 妳上去沒關係 空姐會再幫妳那個換位置 結果我上去 商務艙全滿耶 沒有我的位置 可是因為那一家航空公司 是準時出了名 所以呢 他們就要想要把我打發 先讓我先下來 然後呢 我很丟臉 我真的很丟臉耶 妳現在不是講出來了嗎 我感覺隔天也不會講出來 對 他們現在不是REGAL 所以剛剛聽到別人說 你會得到消聲一點寂寞是不是 不是... 因為剛好講到說吵架這件事啊 可是我就站在那個 所有商務艙乘客的面前 我就掉眼淚 因為我一定要回來 因為我還有工作 可是我知道我不能用吵的或賣 因為他們有機場的那個安警 航警啊 就是他一定會來 如果你用鬧的 他會把你強制帶走 可是是連經濟艙都不給你坐嗎 經濟艙沒有位置 那可以把你升級到頭等艙去 沒有頭等艙 妳有登機陣 可是妳沒有位置坐 對 所以是他們 地勤跟航空公司的問題 站在通道裡面落淚 對 我就站在所有乘客面前哭 妳是哪一個 是默默的還是大哭 沒有 我是默默這樣 然後我就說 這是什麼 所以妳是演的還是妳真的哭 我是真的哭 因為我急了 因為我一定要回來 然後我就一直自己在那邊睡睡念說 我一定要回來 因為我有工作 不行 我一定要回來 不管你們要給我想辦法 然後我就一直在那邊哭 不是 後來... 有個聰明的小妙方會出現嗎 等一下 有啊... 講不出來有什麼出路啊 不是 因為我知道他們 一定要來處理 因為他們不能延遲 他就是要幫我想辦法 比如說把我的這張票 要轉到另外一家航空公司 然後讓我可以準時回來 再來他必須要賠償我 機票比如說 一倍 兩倍 三倍的錢 因為這是我的權利 OK 結果呢 因為這是他們的蔬食 結果他們真的有這樣嗎 我有賠到 這故事跟智商什麼關係 智商就是很笨啊 妳就是急著哭啦 我常常都很急就會哭耶 我沒有... 因為我不是一個聰明的人 我只有剪頭髮的時候 最聰明啊 我不是一個聰明 對耶 妳就自己哭而已 沒有醜 沒有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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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哭啦 那妳這故事我可以 我還講出來 我覺得... 我覺得我... 很生氣 我要講什麼 什麼... 我覺得我... 妳說妳們嘴... 我戴牙套真的很難... 很...很難生氣 我覺得我... 因為我會問了一個字 講不清楚而很生氣 OK 所以她在專業裡面很聰明 所以林玉維 妳在哪個領域比較聰明 對... 妳有什麼事是妳一聊到 妳就可以很順暢的把它講完嗎 她什麼都可以聊啊 擦子加油 她沒有也還好 美白的方式 美白也可以... 美食... 美食還好 所以保養跟Fashion 妳會很聰明是不是 保養可以... 所以妳是說碰到一些 條件真的不太好的人 他想要變得很Fashion 妳也可以給他很貼切的建議嗎 我會說可以多看雜誌 就是...因為妳看久了 妳可能無形中就會 模仿裡面的穿著 但是我覺得雜誌出來 一定就不可能太差 基本上有一定的就是程度 所以如果不太會的人 可以就是先建議看雜誌上次 那她就立刻訂購讀者文在 蝴蝶 妳做節目這麼久了 都沒有製作人說過 妳怎麼連這個都不會 有 但是不是類似這樣的話 是類...不是... 是類似這樣的話 可是不是這句 她會說 這個就是要這樣操作的啊 妳...妳不是... 妳都出到那麼久了 怎麼還不曉得 操作 出到久會操作什麼 就是可能他們那個梗什麼 要這樣接什麼的 真的嗎 有製作人講這句話 她沒有說操作啦 我忘記她說什麼 可是是類似這樣的感覺 然後妳會很沮喪嗎 會有一點沮喪 然後妳會對著鏡子想說 我真的有這麼不聰明嗎 然後就會看一下播出想說 原來是要這樣做 所以節目中有什麼操作 我不知道這件事耶 什麼東西啊 就譬如說... 譬如說有很多兩個來賓 然後加我 然後小豬要把她的另外半顆心 給其中一個女藝人 然後她選了來賓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不選我 然後製作人就說 她本來就是要給來賓的啊 這是妳的反應妳真實其確 就是她說 本來那個舞台就是要留給來賓的 就妳不應該是搶來賓的事 是... 所以妳不能夠說怎麼不給我 對 所以妳應該要營造說 到底要給誰呢 是不是 就很懸疑說到底要給誰呢 可是我對吃的方面很聰明耶 就是如果你告訴我說 我們約在哪條路喔 什麼路名我都不曉得 可是如果妳說 就是那個有豬腳飯的那裡 我就會知道是哪 所以每一個相動小吃妳都知道嗎 就是只要我有去過 我就比較會記得那個路名 還有有時候 以前那個冰箱 我常常... 每次冰箱只要放食物進去 我就會忘記它 然後所以導致冰箱的食物 都壞掉過去 後來我就想要一個 很聰明的小秘方 就上面寫字 對 就是妳 其實在上面 不是...妳就貼一個... 妳就貼一個紙頭 在那個冰箱的門上 就寫妳裡面有什麼... 整個冰箱內容量有什麼肌肉 對 妳就會記得它在裡面 為什麼不打開門看得好 就是連打開門都會忘記 因為我會忘記以後原來... 不是 我會忘記 我要買那個東西在裡面 就可能會買一樣的東西回來 對 所以如果我寫... 所以妳如果打開門 看到了一瓶可樂 妳也會認不出來那個東西 然後就要關上門以後 而且說要吃鞭炮了 不會... 不會... 就是那個方法真的很好用 不過我跟你講 妳剛剛講的那個節目裡的事情 小意思也會這樣耶 就是我們每一次選說 妳拿一個禮物出來交換 然後妳要在左邊的還是右邊 妳要選哪一邊的 他其實整機主持人 還不知道我在幹什麼 對 也說節目會太複雜 就是有很多時候 我都覺得好難喔 就好...還有好多要學喔 這不能怪妳 因為就是我們自己 在想規則的時候 我們以為我們已經想通了 可是我們跟人家溝通的時候 別人不一定聽得懂我在講什麼事情 所以不能... 這不是妳的問題 所以其實我是聰明的 也不是 但是... 人生確實有些事是滿複雜的 對 要學 看點是聰明的喔 妳為什麼那麼容易抓得住 別人的重點 就是有興趣的東西啊 就是對模仿 妳有沒有覺得小曼老師 其實滿好模仿的 他有一種感覺 妳會學他眼睛嗎 對 其實也不是很像 妳在模仿這一塊應該是天才吧 可是為什麼主持得那麼爛啊 妳在訪談部分很糟耶 沒有 我一直... 所以一直在這邊跟你們學嘛 所以最後給妳一個機會 妳選一個來賓問一個問題 要結尾的喔 好啊 我來問蝴蝶好了 好 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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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妳覺得 辛苦大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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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一根筋的人平常講話的時候 如果碰到難以面對的狀況 到底要怎麼樣來應對呢 我們今天邀請了五位 小一根筋的女明星 好 妳們好 歡迎 歡迎 這個開場 有四個比較主要跟沒有關係 可是柳燕小姐是第一次來 找她小一根筋不少的適不適合 是 如果你現在訪問我跟康永哥 你就是會問很正規的題目是不是 我今天還想到一個俏皮的答案 就是我說如果我來康熙來了 我要問小S的話 我就說小S 為什麼妳在節目裡那麼易怒啊 然後康永哥 妳在節目裡什麼情況會讓妳怒啊 我們還滿... 沒有那麼冷 沒關係 我可以認證回答一下 我沒有那麼不易怒啊 我很容易就被惹怒啊 我覺得妳是一個脾氣超級好的人 就是臉上都... 你現在生氣了 妳過來 不是啊 我是范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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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范范范范 過來 好 手伸出來 怎麼了 我不會生氣耶 S 我們一起唱歌好不好 你為什麼... 如果不是我... 小S 我跟妳講 他有點雙胖范范范范 真的耶 我剛才錄三起之前 我就說我好像有點像 我就不敢錄了 對啊 你怎麼有靈感要扮范范范范啊 我不知道 她們覺得我的臉型可能有像吧 我不知道他很像 你為什麼... 跌倒的快樂 你背後是什麼 我背後 你拿她照片在後面幹嘛 因為我很... 這是我的愛人啊 黑人哥 你知道范范有一次 遇到一件什麼事情嗎 我是在微博上面讀到的 他說... 他說范范去上那個廣播節目 然後他就跟聽眾講說 大家好 我是范范范范范范 然後開計程車司機就說 我沒有聽過這種話 所以她們說 下一次就應該邀白星會去 她說我是白白白星會 那個司機要罵一次 好 我們今天邀請魏明 現在要跟我們講說 他們做過的糗事 少一根筋達成的效果 可是實際上 你知道我最近出說話書 結果就被記者問說 難道你都沒有說錯話嗎 然後有一次我就想說 有一次我到餐廳裡面去 然後碰到一個我中學的同學 在吃飯 女生 所以就跑過去說 好久沒有看到你囉 然後他對面... 那個女生對面做了一個 滿頭白髮的先生 我就看一眼那個老先生 我就說陪爸爸出來吃飯了 然後那女生整個臉就垮他 我想說完蛋了 是他先生 然後我... 那可以講一些古舊的話吧 我要請教他們 因為我想不出來怎麼補救 我當時就說你好 然後我就退後 然後就逃走 我就不吃那頓飯 我覺得太丟臉了 你好丟臉的菜湯友 給我把書燒了你 你有... 我有一次去北京吃飯 到一家餐廳 然後那個老闆一個男士 也是看起來有一點年紀 他就說 小S 我媳婦特愛你的 然後我說真的 然後他說我叫他來跟你拍照 然後後來過一會 就有一個女生進來 看起來很年輕 他說快點 媳婦... 你跟他拍照 然後他們兩個在這邊 這樣推來推去的 然後我就說 然後他們兩個就安靜了 然後我另外一個北京的朋友 就跳出來幫我說話說 沒有啦 他們大陸說老婆 都說媳婦 然後... 可是照理說我... 我當時應該要講一些機制話 比如說誰叫你老婆這麼漂亮 可是我就嚇傻了 我就安靜在那邊 然後就開始低頭吃飯 所以柳妍是... 介紹太太是介紹這是我媳婦嗎 如果是公公介紹自己的 這個兒子的老婆 應該叫這是我兒媳婦 兒媳婦 對 她會說兒媳婦 所以媳婦是妻子的意思 媳婦就自己老婆 所以說我孔不淺 我們兩個一樣 我們要犯這種錯 你們有辦法挽救嗎 犯過類似的錯誤 而且更慘 是因為我們就是一群朋友聚會 然後一到那邊就是一對夫妻 男生跟女生已經到現場 我一看到那女生 因為我其實最糟糕 是記憶力非常的差 很健忘 那我一看到那個女生 我非常確定我見過她 所以我很開心的就覺得說 應該是她那個男生 上次帶這個女生出來的時候 我有見過 所以我就很放心的跟她打招呼 然後哈囉 例如說 哈囉...哈囉 妮妮 好久不見了這樣子 然後她就臉一變 我心想 糟了 對 我想說我叫錯了嗎 我就說不好意思 我記心不好 是名字我記錯了 然後我就說 那那個還是妳叫 然後她就說 例如 她就說我叫Nana 我說對不起... 然後呢 更糟糕的是 那個男生說 我今天是第一次 帶她出來給妳見面 原來我後來想老半天是 她曾經是我們那一... 就是朋友的女朋友 但是是另外一個男生的女朋友 這好丟臉喔 我整個超級丟 可是妳有化解嗎 我沒辦法化解 然後我就說 對不起 因為妳長得很漂亮 所以那個大眾臉 所以... 大眾臉可以講的 不是又二世紀惹毛他嗎 我覺得這化解不好耶 非常的糟糕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怎麼化解 所以我知道說 不好意思 我記心很差 所以妳長得那麼漂亮 然後所以就是... 我跟你講 從之後他們沒有再找過我吃飯 所以像Liz 我覺得Liz有一件事很丟臉耶 她那個找人簽名的事 我覺得超丟臉的 妳阿姨是哪裡人 因為她也是長期住巴拉圭 就是南美洲 那她很愛看偶像劇 非常愛 她是華人嗎 是中文嗎 是啊 是中文 她也很喜歡八點檔 她那種就是劇 然後我們走在路上 她就看到一個中年 就是長得還OK 然後她就說 好面熟 她一定是藝人 然後她說 拜託妳幫我去要簽名 然後我就...好 然後我就跟她說 妳可以幫我簽名嗎 然後她說 簽名 然後我就拿紙 幫我寫妳的名字隨便 然後她就...就簽一簽 過沒多久 我就去她家就是看她 然後我就一進去 那個不是那個 我就是要簽名的那個人嗎 那個叔叔 她是我阿姨的管理員 簽了她 大樓的管理員嗎 大樓的管理員 然後我就進去超尷尬 然後... 她這樣很熱情 然後我說妳好 叔叔 然後... 妳跟一個管理員要簽名 重點是她還簽呢 不是 管理員叔叔 可能以為是快遞啊 就要簽 沒有 在路上 然後我也覺得 我每次去 她就看我這樣笑笑的 我覺得她... 她覺得我暗戀她還是... 妳說妳的畫嗎 畫笑臉 對 她就簽名而已 我就... 很不敢去玩一下 好丟臉喔 所以妳阿姨覺得眼熟 是因為她每天看到這個 對 阿姨應該要去影戲了吧 對啊 前幾天我覺得是在節目上 犯了一個還滿糗的事情 那天剛好拍戲定妝 然後我是演一個... 一個就是千金小姐 然後自以為自己很厲害 然後穿得很露景 生理衣服 然後剛好訂完以後 就這樣走走走走走 妳就穿那個戲服 對 但是妳知道嗎 從穆薩線換到藍線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長的手服力 很長 那個手服力很長 超長 而且我又帶了很多衣服 因為要就定妝嘛 然後我就是很衝得很極樂衝 手服力最高的地方 然後就走那走道嘛 然後我就這樣子把我的包包 然後就拿到我的前面來 然後這樣子...走下來 對不對 然後就...就很糗啦 就...這個... 因為我的高跟鞋那個根 卡到那裡面 然後我就在... 然後... 你有沒有滾下去嗎 沒有 因為還... 妳有叫嗎 有叫喔 當然有 因為你知道那很高 然後你要下去 所以妳像電影裡的慢動作這樣嗎 慢動作 你就... 而且手服力全不能上來的時候 都看得到 然後就...就這樣子看你 然後還好我前面有一個老貝貝 其實就是救了我 因為那時候就是下班時間 還滿急的 然後我就躺在他身上 然後就不好意思... 然後趕快走掉... 趕快...走掉 妳躺在貝貝的身上 對啊 因為... 我也不可能就這樣子 有的話也不會跟你講 我今天帶我女兒去那個 陽明山的晴天罡 然後跟我女兒蹲在那邊看牛 然後那天... 對 因為晴天罡就有牛在吃上 你可以拍照什麼的 野生的 然後後來就有那個 一群路人經過 然後就有一個歐巴桑 站在我後面說 我要跟他拍照 然後我就想說 然後我就站起來 然後那歐巴桑就跑過去 跟那個牛這樣 然後我想說 還好我後來... 都沒人 還好後來那個牛有兩個 我們就過去要衝撞他 就... 真的 電線恨人 我覺得在路上 如果被要求拍照也就罷了 可是如果是在路上 然後路人把照相機交給妳說 妳幫我們拍一下 那樣真的很丟臉耶 就...你們沒有遇過嗎 我真的被人家拿... 我被人家給過相機耶 我也被給過 怎麼可能有人叫妳... 然後就有一個女的跟我拍完照 然後另外一個女的 剛好是經過尾聲 所以她可能以為我們是朋友 然後拍完照那個女就這樣 我也要拍 然後我就想說 好 我就跟她拍 她就把相機拿給我耶 然後她說麻煩妳幫我拍一下 然後我想說 真的 這大概是我死生 最羞辱的一次 不然呢 妳能不能交還給她 說我不幫妳拍嗎 就是不能 我也不能說我是明星耶 所以我就只好拍啦 然後跟我拍照那個女的 還在旁邊看這一切 吳雅馨有素顏去上過男廁耶 對 我愛講電話啊 然後進廁所 然後就一直想說 沒有看那個告示牌 我就這樣今天進去 然後上個廁所 然後找完電話剛好也就上完嘛 我一打開門 就看到一個男的 正在上廁所的樣子 然後他背對 就是背對看著我看著他 就互相秒三秒這樣 然後之後我就... 她就衝出去 妳要衝出去幹嘛 她就跑出來說 小姐 這難撤了 我說對不起... 然後我要走的時候 等一下 我就... 她說妳是吳雅馨吧 我說我...我不是 我不是 我就跑走了 所以那個男的衝出去 是要Check 對 他是要看 他不是最近在小片頭前 他還要Check 這個就是我開門 就是他在上的時候 旁邊還有很多個小片頭 為什麼不承認 我就覺得好尷尬 我是跟朋友去夜市 然後那時候就是像那種 一整件的 就是那種冒梯的 長的 然後我只穿個雪鞋 所以裡面其實只有... 妳只穿冒梯跟雪鞋 對 它是長...就是長瘦的 冒梯型的洋裝 對... 我也在這邊 只穿雪鞋 應該擺一下 逼到沒有退路吧 所以我那時候 我就在買衣服在逛街嘛 然後那時候就 光光光就看到旁邊 就是地上有一支手機 然後它的螢幕是 它的照相鏡頭的那個是往上 然後螢幕是亮著的 然後我就看到旁邊有個男生 他就在亂翻... 然後那明明那一... 就是那個攤子 就是全部都是買女生的東西 然後他在亂翻什麼 然後看到地上... 昨天有手機 我就把他撿起來 還給他說這是你的嗎 然後他這樣拿著就跑掉了 然後我想說 自己有沒有沒禮貌 我拿手機給他 不跟我說謝謝 他說沒禮貌 後就沒講話 結果我旁邊一個 那個那一攤的老闆就說 小姐 妳還好吧 我說怎麼了 幫我拿這個 這要大一點尺寸 他就說 他剛才在拍妳底褲 妳不知道嗎 我好生氣喔 我是真的假的 他說對啊 妳沒發現 妳是不敏感於這種刺激 所以他不但拍到妳的底褲 還拍到妳的正面耶 妳也拿起來都還要 就直接... 那個影片就連續了 所以他的底褲 然後就是他的臉 好完全撕溜喔 奇怪的東西冰到冰箱 這件事我實在沒辦法相信耶 這太誇張了吧 就是...就... 我那時候... 因為我自己來會很痛... 交好朋友來會非常痛 然後那時候就是有一任男朋友 我覺得那時候剛好來 然後很痛就要去幫我買 然後就一直通藥跟那個衛生品 剛剛那個有一任男朋友 那個是... 就是那一任男朋友 會講出來會很嚇人是不是 沒事 我們跟妳聊 有一任男朋友 然後... 聲音 然後那時候就是我... 就是用完之後我想說 很累就躺在床上睡覺休息了 結果他就很可愛問我說 這...衛生品要放哪裡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還會問我這個... 因為他在他家 他說怎麼會問我這個問題 我就還說去放冰箱 他說放冰箱 我說... 在他家 對 因為是在他家啊 那我想說你家應該是你想放哪 就放哪 你幹嘛還要問我 是說那一包沒有用完的是不是 就兩包嘛 不然是用過的 對 沒用完的一個 然後我就說放冰箱 然後他就這樣 放冰箱 我說對 他說為什麼要放冰箱 我說因為夏天的時候 冰冰的使用比較舒服 然後我就不想理他 他說是真的嗎 當然不是 你只是在煮他而已 我沒有整他 我只覺得 為什麼要... 對 問我這個問題 然後我就說放冰箱 反正就這樣 然後他就說 然後還冷藏 我說冷藏 放冰箱 放下面的那一個 對啊 就... 就冷藏 然後因為他爸爸 如果冷凍不就變成是 敷眼睛的那種嗎 對 好可惜 就因為他爸爸眼睛不是很好 然後就年紀大了 結果隔天他爸就冰箱打開 然後把那個衛生棉拿出來 然後因為你看不太出來什麼 就軟軟的這樣 就把它攤開來 然後貼在桌上 想說他以為是饅頭還是... 他以為是饅頭 因為他可能以為裡面有包吃了 就打開來 還是掛包 就是一盞 然後發桌 然後我隔天就起來去看 怎麼會想去攤開 然後貼在桌上這樣 沒有 弱雅說他男友幫他慶生的時候 他睡著 在某一次我生日就是 當...前一天晚上 就是還在拍工作 拍了三十幾個小時都沒有睡覺 然後就非常的累 然後他特地幫我慶生 幫我做菜啊 準備了燭光晚餐等等 然後還特地準備了定製的蛋糕 就一切都非常浪漫 我是真的用牙齊 快要用牙籤撐著眼睛把那個 當然還是很甜蜜 很開心 把那個晚餐吃完 然後就蛋糕拿出來要許願嘛 好 想要許個願 可是有點累就這樣撐著 然後我就想說 好 我就許願 我就睡著了 我就整...因為很累 然後又吃飽 妳頭沒有扎到蛋糕裡面去啊 因為我手頂著 但我就睡著 然後他完全不知道 他還想說 很長的願望 對 這比我好長 一定是很好的願望之類的 然後他就想 這個願望好長 你許了什麼 我都沒有回憶 然後我想... 哈囉 他才發現 我完全...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我睡著 然後我真的睡到煩掉 我完全不知道 我老公約我去看 《哈利波特》最新這一集 他一直吵著要看 然後我說好 我就陪他去看 然後在看的途中 他就一直睡著 我就這樣轉過去看他 他就這樣 然後就會突然驚醒 然後他竟然在... 他幹嘛驚醒 為什麼不好讓他睡 因為他硬要逼我去看 可是逼我從第一集 後面我就沒有看了 然後我想說 我現在看不就是很跳痛嗎 然後他就醒來 然後他就說 然後我說... 我說妳可不可以拜託 跟女兒從第一集開始看 他竟然問我鄧不利多一回 因為像我們是已經 書從頭看到尾了 不過電影本身動作很多 他也能睡著 他任何時刻都可以睡 他帶我去美國約會的時候 我們在吃飯 燭光晚餐非常的浪漫 然後在那邊喝酒 然後那時候還在害羞 因為還在坐坐 然後一看他就這樣 真的啊 因為時差 然後加上又喝酒 因為曾經這樣過 小潔在捷運上有睡著喔 有睡著 靠在別人身上嗎 對 就是那天不是摔倒了嗎 因為就覺得很累啊 因為... 太感人了吧 因為我的捷運站也很遠 所以我就想說 好 就坐在那裡 然後就可能睡著了吧 那我就這樣子 起來 然後發現我在捷運的身上睡著 是同一個捷運 不是... 你會被告喔 你是騷擾捷運上的捷運 沒有啦 就是另外一個 那那個男生就讓妳靠著嗎 他就讓我靠啊 而且其實我不敢講 但是就是很累 所以流了一點空氣 然後起來就...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然後剛好我站 我就趕快跑出去了 可是被妳靠貝貝一定很高興啊 他讓我靠啊 那他讓我靠就沒有關係吧 其實我比較喜歡就是靠在貝貝 所以今天是他送妳來的嗎 對 我想他們在捷運上已經蛇吻過 這些囚事相信很多人也曾經發生過 其實只要不影響生活 有時候多了這些趣事 人生多彩多姿也是挺好的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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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